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Gigi休斯顿方评 如果您在休斯顿想置业或者是您在休斯顿有物业想卖出 包括住宅地产,商业地产,农场,林场,牧场,公寓,鞋子楼,酒店等等等等 都可以联系Gigi休斯顿地产团队 我是Gigi,我们现在进入今天的开放主题咯 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房子是位于休斯顿 就是二环里面的一套房子 这个房子离中国城的距离也很近 但是它面积比较小,只有1300多尺 它的位置非常好 这个地方就位于休斯顿memorial的一个富人区的旁边的位置 所以即便这么小也能卖到30多万 这个面积1300多尺,一九五几年的房子 确实房龄市比较旧了 但是里面的状态很好,翻新也是非常多的 一进门就很open的感觉 毕竟这个房龄在这摆着了,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窗户都不是非常大,但是整体的感觉还是很温馨的 位置是这个房子最大的优势 这是客厅,然后往里走 这边才是厨房,那这个房子就不是开放式厨房了 这边有一个储藏室 其实就是储藏室和洗衣房放在一起了 包括这个热水器也放在这儿 因为它是五几年的房子 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房子的结构都特别不一样 然后往这边走就是厨房 厨房也完全就是翻新过的 框架是五几年的,但是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已经翻新过了 小而精致 小而精致,位置非常好 但是公立学校的学区并不是非常好 离各种私校非常近 然后呢,再往这边走就是餐厅 往前走 右手边这边就是一个洗手间和卧室的一个位置 先路过的是这样一个洗手间带窗户的 所有的东西都翻新了 装修还是很精致的 然后包括这个洗手间是可以洗澡的 再往里走呢,就是卧室 主卧的窗户虽然不大,但是它有两面窗户 所以采光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由于这个总体面积比较小 所以这个房间的洗手间呀 或者是主卧的面积确实也是比较小 只有一个淋浴没有浴缸 而且淋浴比较聚促 然后我们去另外一个卧室看一下 在隔壁呢,就是另外一个卧室 这个位置就是第三个卧室 这个卧室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没有洗手间 因为这是五几年的房子嘛 那个时候的设计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完善 为了房子的采光 房东已经把所有的门都换成玻璃的门了 这样就会让整个房子看起来没有那么局促 没有那么暗 我们出来呢,就能看到房子的院子了 这个房子有八千多尺的占地 并且呢,车库和房子是分离的 然后整个院子是很规矩的 那像这种房子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被收购 然后推倒重建 变成一个大豪宅 毕竟它的位置是非常好的 那现在我们再具体的看一下 这个房子的位置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在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我为什么要介绍呢 就是因为这个位置确实非常好 它好在哪里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在休斯顿的地图上面 怎么来看这个位置的分布 那我们现在依然看到的就是休斯顿的大地图 我们看到的这套房子呢 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再看这边呢 是休斯顿的一环 也就是休斯顿的loop里面 然后这就是休斯顿的二环 这个我已经讲过好几次了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边呢 就是中国城的位置 那我们看到的这套房子呢 现在在这个地方 你看它离中国城的位置也非常近 但这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它离memorial这个富人区 这一块 就是一个memorial富人区 这些房子呢 基本上一万多尺占地面积 再四千尺居住面积的房子 都在一万二百万美金左右 这是休斯顿非常传统的一个富人区 它就在这个非常传统的富人区的边缘位置 所以我觉得这个房子的位置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现在还可以看一下 这个房子到底到 比如说中国城 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地方 到底有多远 我们先看一下到中国城 到中国城就九分钟就到了 非常近 然后再看一下它离dontown 其实我们平常不介意 它离dontown有多远 只要区域好就行 只要您不在dontown上班 可能非要住在离dontown很近的地方 也没有太大意义 但这个离dontown是22分钟 我们再看一下它离dontown 就是我们经常去的一些大商场 像Galaria这个大商场 它离这个地方只有十几分钟就到了 都是非常近 非常方便的一个位置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 如果您对休斯顿地产感兴趣 欢迎随时叫我微信 关注微博联系我们 如果您这个有房子在休斯顿 需要卖出 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我是GD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